啃骨 啃骨的情況非常常見 亦有很多民間的片方 喝醋、用手撩它 令你嘔吐,嘔吐出來 其實全部都不可以 啃骨的時候 有很大機會一定要去看醫生 啃骨,你不知道骨啃骨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貿然吃東西 一來,它會令它慘得更深 第二,如果喝草 其實你有機會會弄傷喉嚨其他位置 我們看看這個結構就知道了 這個看到鼻、口腔和喉嚨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口腔 這個就是舌頭 舌頭後面呢 其實你會落到下面 前面就是去到氣管 後面就是去到食道 那慘骨的位置 很多時候就會在舌頭 地底這個位置 片桃腺這個位置 或者去到食道這個位置 那慘骨呢 當然可以 骨是會一直落到氣管裡 阻止你呼吸都可以 或者在後面食道那裡 阻止你吞咽 那啃骨 為什麼要看醫生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看不到在哪個位置 你硬吃下去 那些醋呢 例如醋 你會錄損整個位置 你損了這個問題 就是呢 你根本就說不到給你聽 說不到給醫生聽 其實你現在的病症其實在哪裏 你啃了骨 可能你覺得慘了的感覺 但是你喝了醋下去 你整個喉嚨都灼熱了 那你根本一來弄損了喉嚨 二來你醫生都不必會 憑你的病症會知道 它的骨在哪裏 那如果你去到醫生 那醫生會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以鼻喉科醫生 就會建議我們 會在門擠這裡 先做一個鼻腔的鼻煙鏡 鼻煙鏡呢 其實呢 是會放進鼻蓋裡 接著看喉嚨 看喉嚨 看後腔 看看骨慘在哪裏 看到的就可以用一個 纖維光學的纖維鏡 可以拿出骨頭 那如果真的骨 跌倒進氣管 或者跌倒進食道裏 那其實呢 就需要做一個手術 去拿出來 那如果是氣管呢 就要一個全身麻醉的手術 經過一個氣管鏡 去拿出骨頭 如果是在食道那裏 食道那裏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胃鏡 都是一些軟性的纖維鏡 都可以將骨頭拿出來 那如果真的不行 太大塊 拿不到出來 那就要全身麻醉 做一個有一點硬的胃鏡 那都是經過口那裏 接著呢 去到食道那裏 拿出骨頭出來 那如果骨頭不拿出來 那後果會是什麼呢 如果骨頭不拿出來 它呢 會慘住在那個位置 接著呢 就會發炎 那視乎那個位置在哪裏 那骨頭可以慘在這個 舌底這裏 那如果舌底 有發炎的情況 即濃的情況 那這個地方呢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腫脹 腫脹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呢 就會阻住它 透氣 透氣就會有窒息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那個骨 是慘住在食道 尤其是在食道的 後面那個地方 那它會慘穿了那個 那個食道壁 那些細菌呢 就會經過這個位置呢 直接進去食道後面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積龍呢 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呢 第一就是會阻住口氣 第二就是呢 那些細菌呢 會沿著這個地方 會直落到胸腔 令到胸腔都會有感染 那些細菌呢 有時候我們不是有時候 找到胸腔感 那我會想說 那我們就是 找到胸腔感 可以找到胸腔感 那些細菌 可以找到胸腔感 就是這樣 我們要找到胸腔